大家好 我是虛哥不卡安 歡迎收看虛哥 手遊攻略 這是巔峰極速 好 那完全無刻的虛哥呢 總共入手了39台神車 包含了14台的金車 那我會講一下最近的抽池有什麼推薦的 因為最近抽池蠻多個嘛 那其實有幾個蠻推薦的抽池非常給大家 當然包含這個T0神車992 就是91 然後992就是他的比較新版的 還有這遊戲最多禮包馬遺藏版 像是GTR各種神車都可以免費入手分享給大家 好 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虛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馬 禮品馬 兌換馬 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好 虛哥今天來抽拉法拉利 然後順便可以白嫖一下藍寶捷尼啦 拼一下看看 來 看第一個十連呢 會不會中 哎呀沒有放煙火 果然沒有 沒有煙火就是沒有啊 兩個紙車 好像都有啦 BRZ加這個SRT HELLCAT BRZ 486的 好 拼一下這個 單抽 單抽應該也不好中啊 來 Mazda 好 今天再來開抽一下 拉法拉利亞 究竟會不會中呢 來 看一下 B60 喔 阿斯特馬廷 一天到晚都中這台啊 好 再來免費抽一下 好 再來免費抽一下 這個拉法拉利 中獎率還真的不是很高啊 好 剛好今天來講一下最近的抽詞好了 最近呢有四個抽詞嘛 分別是拉法拉利加這個SVJ 然後拉法拉利加911 這台車其實叫做992啦 就是911的比較新款的 992 性能組的 還有這個法拉利加上這個GTR 運動組的 還有這個法拉利加上這個 雪芙龍 那絕對必推的神車呢 絕對是這台啊 992 目前這幾個池裡面最推的是抽992啦 那旭哥已經優先抽了 已經抽到了 之前攻略有分享過嘛 可以拿到這個992 聽神車992 這個是必推的 那其他的池的話呢 最近SBJ他好像有掉 這個藍寶菅儀這台 他的排行有掉 所以 你假如說沒有這台車騎 現在也沒關係 你可以拼拉法拉利或是更強 或是布加迪什麼的 所以這台反而現在比較沒有抽的必要 你可以先抽像是992 就是寶石級的這台 性能組的 以他優先 那運動組的GTR聽說很神啊 這台也是運動組的神車 所以也可以把他優先抽出來 或是用換的也可以 積分也可以換得出來 像旭哥也可以換出來 這個Skyline 這台120就可以換出來 基本上應該可以人手一台 GTR這台也是蠻神的 然後這個 雪芙龍 就不推了 反正這台 基本上旭哥應該等一下就可以拿出來 很快 這個120就可以換了 應該明後天就可以拿得到了 那旭哥目前呢 給大家看一下 已經有39台的神車 那金車有 123 4 5 6 7 8 9 11 12 13 14 14台金車 然後極限組的有11台 性能組的有11台 運動組的呢 有17台 運動組特別多 好的 大家應該都是運動組的車特別多啦 所以你要抽GTR的話 假如你其他車不多的話 可以考慮 那假如其他車很多你也不用優先 就是加減換就好 以極限組和性能組為主啦 也就是像性能組的這個992 這台是目前 算是T0等級的神車 它的極速啊 加速還有轉向都很猛 極速前10 然後加速前15 轉向前15 然後各方面的數值都很漂亮 算是必推的 首推這台 之後來練一下 然後運動組的話 就是最近的GTR嘛 大家應該都可以免費拿這個菲雅特啦 然後也可以拿他的造型 這個是可以免費入手的 然後GTR就是最近這台也是T0等級 我們看一下它的加速呢 在前10 那甩尾呢 在前15 轉向前20 極速也看起來蠻不錯的 也是一樣各方面都蠻優秀的 也是一代戰神啊 大家都很喜歡 GTR 好這些車都還不錯 AE86啊 然後GTR 這個都還算運動組蠻強的 還有EVO3嘛 去各位看一看好像 極限組的是最難抽 也比較難入手的 不過最近有入手M8 M8也是最近免費拿到的 所以其實 最近活動送蠻多 導致續航現在鑽石爆表啊 快要3萬5了 那之後可能找個時間來瘋狂抽一下好了 所以先分享一下 目前完全無課呢 有十幾台車 30幾台啊 說錯了 然後有十幾 大概11台極限 11台性能 然後17台運動 然後金車大概14嘛 好 所以最推的 池有跟大家講了嘛 所以大家可以去抽 992 以992為主啦 剛好來講一下 最近的抽池的推薦 右上角的齒輪 齒輪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點畫面 右下角的禮包兌換碼 就是禮包碼兌換碼 就是禮包碼兌換碼 序號 點進來在畫面中間呢 這個CDKey禮包兌換 就可以輸入了 好那我們輸入這個最新的 來吧來吧來吧 可能旭哥拿起來啊 最新的 這個介面其實 不是很好按 好 這個DRA GON 2024 DRA GON 2024 按立即兌換 它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接下來呢我們就到郵件 直接領給大家看 有沒有這個 最新的 這個還不錯 2024的金幣 然後加上高性能 改裝寶箱 還有個人卓越寶箱 然後基本性能改裝寶箱 重點是還有128的鑽石 爽 爽靈一波2024 最新的里巴馬 實測OK的領給大家看 好那大家跟著旭哥 把最爽的福利領起來吧